Hello 大家好 我是小宇 我们现在到了西藏的巴塑县 昨天晚上我们吃了一顿很简单的晚餐 花了70块 毛毛哥郁闷了好久 西藏这边因为山高路远 物流也不方便 又处于高原地带 煮面条都要用高压锅 所以物价高也是理所当然的 今天我们准备花昨天一顿饭的钱 70块 到菜市场逛逛 看看西藏这边的物价如何 能够买到够我们俩吃几天的食材 我们现在到了巴塑县城里面 藏于为永世山脚下的村庄 整个县城只有一条主街 就是我身旁的国道318 所有的楼房都是沿着这条路修建起来的 我们现在到菜市场了 但是我们是下午来的 好多都收摊了 逛了一圈之后 我们决定买超舍和饺子来包 看一下70块了 你们买到多少超舍和饺子 我先看一下买肉的 这么新鲜的 怎么卖的 全部一样的 对地15块 15啊 还可以啊 没有想象那么贵 不是 我没给你们高脚说17块 17块 不是什么 对地15块 你们这可以搅吗 可以搅 那我们要两斤肉 不要太多了 白菜用两颗 白菜怎么卖的 3块吗 买 我买哪种 买哪种 我买这种 这种吗 嗯 这两种有什么区域 区域大 这种更好 我包饺子这种更好是吧 嗯 哦 这个白菜是铺铺铺 哦 放久了的 嗯 这种新鲜一点 对对 谢谢啊 谢谢 这些9块 11块 白菜怎么卖的 4块1斤吗 小葱有吗 小葱有 小葱多少 1块1块 1块钱1把吗 1块钱 好 买3把 1个10块 哈喽老板 这怎么卖的呀 天 这个6块1斤 哦 都是6块 嗯 饺子皮5块 饺子皮2斤半吧 超市皮2斤 这个天过来应该走错吧 不堵 我们走的是317 嗯 317没堵 318这修轮 嗯 买了2斤超市皮 2斤半饺子皮 一共是24 现在我们就回房车里了 回来的时候路过超市 买了一袋芽菜 花了5块钱 总共的食材一共花了80 西藏这边的物价 感觉比老家贵那么一点点 大概是1.5倍左右 那现在我们就开始做饭 我们房车旅行已经有大半年的时间了 已经习惯了这样的生活 有时在一个地方待久了 还不习惯 就想快快到下一个地方去欣赏一下新的风景 这可能就是房车旅行所有人的感受吧 饺子和敲手我们就包好了 一共包了131个饺子和105个超手 按照我和毛毛的平均饭量 一顿12个来算的话 可以连续吃3天 所以自己做饭真的好便宜 即使在西藏物价这么高的地方 我们两个人一天还不到20块 真的是太实惠了 我们的超手就好了 今天没有吃午饭 出去拍片去了 直接晚上吃20个 但是感觉有点多 我感觉我吃不完 来尝一下 好吃的 真的是好吃的 吃完晚饭 来点饭后甜点 银耳汤 最近比上了这个 今天炖的比上几次都更好 又浓又甜 不错 现在回想起以前没卖房车的时候 还真不方便 想吃一顿和自己胃口的饭菜 都挺不容易的 有了房车后 真的就太舒服了 房车就是我们移动的家 有了这个特殊的家 带我们见证了三餐四季 五蕴流转 也希望看到我们视频的朋友 也拥有同样的幸福 现在我们就准备看法网的决赛了 明天去燃乌湖 继续给大家拍美景 那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我是小雨 你旅行上的好朋友 如果喜欢我的视频 记得点赞关注评论哦 你的支持是对我们最大的肯定 那我们下期讲 拜拜